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筆器炒肉 喜歡的話請點擊訂閱哦 也別忘了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先切一些葫蘆蔔片 把它切成菱形 更美觀 把一個青辣椒也切成菱形片 再切一點兒蔥花 把一塊瘦肉切成片 把一塊兒薑切成薑絲 然後放到肉片裡 下面把肉片味上 加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醬油 八分之一小勺黑胡椒 攪拌均勻 加二分之一大勺澱粉 這樣炒出的肉更嫩 再加一大勺油 鎖住味道 攪拌均勻後 醃製大約二十分鐘 下面把鼻氣清洗乾淨 鼻氣又稱馬蹄 原產於印度 是一種生長在沼澤中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我們吃的是它的地下靜 它既可以做水果 也可以做蔬菜 洗乾淨後削皮 削皮要小心 別削到手 鼻氣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纖維 微生素和礦物質 它還具有清熱止渴 潤肺化痰 潤腸通便 抑菌消炎等功效 削完皮後再沖洗一下 看白白的非常乾淨 然後切成薄片 食材 食材準備好了 下面我們開火炒菜 鍋燒熱放些油 我們先來炒肉片 倒入肉片 大火爆炒大約一分鐘 肉片炒至變色變散就可以盛出來了 把炒肉的油倒回鍋裡 加入鼻氣翻炒大約一兩分鐘 加入胡蘿蔔片 繼續翻炒約半分鐘 現在加入青椒片 加入大約五十毫升水 加二分之一小勺鹽 加入炒熟的肉片 最後加入蔥花 再翻炒幾下就出鍋了 這道菜真是色彩淡雅 肉片滑嫩 甘甜清香 口感爽脆 太好吃了 謝謝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